我們繼續看Sadas後面的這段Allegro Vivo 一定要由慢練起 你不要說我慢就當然可以 快就不行 如果你是慢慢加快 以及你想的方向是正確的 你是會拉得到的 不要一次過拉那麼多音 不要拉那麼多個十六分音符 甚至不要拉那個裝飾音 剛才我這個C-Sharp是偏高 如果你是很放鬆 手指弓不是那麼緊的話 是會拉得到的 是會拉準的 再試一次 萬年的時候 你要以協調為目標 去到快的時候 你才可以拉得到 如果你慢 你只是很被動 等自己去拉這個旋律 這樣是練不到的 你快的時候 當然是會 左右手是不協調的 你完全知道 什麼時候是換弦 這個音 我就不會用四手指 我覺得用一手指是會好一點的 為什麼我們說用一手指會好一點呢 我覺得就是能夠保持到那個手型 這一段如果你要拉到 首先要減少 左手或者手指 手指尾的動作 如果它太忙碌 你又要拉得快的話 是很難協調到的 不是不行 但是很難 所以減少 不必要的動作 是一個關鍵 而說起減少動作 你要留意了 你的手指 應該要保留的手指 有沒有保留呢 比如這一手指 有沒有保留呢 有沒有提早準備呢 什麼時候提早準備呢 就是最尾那一組 你有沒有在 按三手指的時候 同一時間 一手指 是準備這個C-sharp 一按三手指 同時一手指是拉前 再看多一次 就不是慢慢 不是過了半秒你的手指才動 你這一下 不是一開始拉的時候動 你之後就沒有時間了 所以一定是會遲的 你是聽到那個C或者T La-So-La-T 你要閉上眼去練這一種感覺 嘗試一下快一點點 連上裝飾音 好像都可以 但是老實跟大家說 剛才手指是有一點緊的 因為我太在意 一個個音 太在意這樣去看 如果你是以旋律去看 這樣才能夠流暢 你才會覺得容易些 嘗試一下 都可以 三手指有點不夠 很方便 要想回旋律 一有些東西分心 分神反而容易些 不要太小心去聽那個音準 不要太拘謹 你越是拘謹的話 好像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拘謹的話 你手指動不了 去不了那個位置 你對手指沒有信心 你出來的音準一定不好 不是你拘謹就會好 拘謹只能夠在你速度慢的時候 是不犯錯 但是你要流暢去拉的時候 你必須要對手指 對手指的感覺 對你心裏邊唱這個聲音 是有信心 那你才可以拉到的 看看說完之後 再拉又行不行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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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了 留意了 不要越用 越用得多功 拉拉下不覺 你很自然就會 用多了功 是加大了那個難度 越快 不知為什麼 越多了功 越用得多功 可能是你覺得要忙碌些 就會容易些準 但我們要反過來想 越是快 越是個人的感覺 要坐後些 越多功的話 你的換言就會越難 協調就會越難 有一個tips可以給大家 就是在每一次有個裝飾音的時候 你右手給一個很輕 很小功的action 這個action的作用不是音樂上 分譜是沒有這個action 但是有這個action 先容易些去配合 左右手的 很神奇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你給一個action的話 左手就知道 怎樣和右手去配合 我猜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不好意思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 我來幫你